6月8号古典神话上古情歌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该剧由蔡金圣指导 活动当日黄晓明、圣一伦、宋剑、张力、林世杰等一众主演悉数亮相 随着开播启动仪式剧中标志性上古神器盘古神功被主演合力拉开 宣告这场主演与观众以新唤新的古装巨制正式拉开帷幕 发布会现场上古男团中的黄晓明、圣一伦、林世杰与深情姐妹宋剑、张力 先后登台默契十足的互动 足以看出他们在戏里戏外相处得愉快 现场还谈起片场趣事更是充满戏感 令现场欢声笑语连连 而林云公子圣伦、玄木王子浩许这两位男神之间的PK 游戏中延伸到台上 私下角力的是大腿游戏令现场观众蓬富不已 而宣扬王姬、沐清末、玄木王姬、云桑这两位女神 则尽显柔情巧皮 现场游戏环节中二人更是一边快问快答 一边作话引发报效不断 巧合的是发布会当天恰逢主演张力生日 可谓喜事成双 现场张力不但收获黄晓明、宋茜、盛一轮、林世杰送上的鲜花 全场更是共同齐唱生日歌 送上祝福令张力感动不已呢 在发布会最后黄晓明大谈上古情歌独特的感悟 那然后他这个人物也不是普通的那种非常高大项的人物 都是有很多的层次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就这个我们这个上古情歌大家一定要看进去 看故事才越来越有意思 越来越有意思 对 所以一定要仔细地 尤其是要耐着性子把这个戏一直看完 好的 感谢观看